袁龙,第三季正式换导演,作品能重回巅峰吗?遭到很多网友群潮。 这几天逛国漫圈的时候无意之中吃到一个大瓜,那就是袁龙第三季的导演被换了。 这对于很多曾经喜欢这部作品的人而言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袁龙第一季做的是真好,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越原著了。 在这部作品没有改编成动漫之前,可以说没有几个人看过袁龙原著,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部作品,原著作者任怨本人就更没有谁知道了,而原著作者知道这部作品改编成动漫之后还大火了一回,还挺受宠若惊的。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原著之中不存在的几个人物高遥宋命等人居然如此的讨喜,可以说袁龙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大火,很大程度上在于动漫官方的改编。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期待中的第二季到来之后,却是换了导演,变成了徐磊,还把第二季改得面目全非,连人物设定都改了,最终的大结局更是让人目瞪口呆,难以接受,因为强威和戴无忌居然是雌雄一体,是同一个人。 其实准确的说是强威体内诞生了另外一个人格,而这个人格就是戴无忌,不过就算这样很多人也不接受,更不接受大结局最后一幕强威死在男主王胜怀里的结局。 因为这样一来,王胜到底是喜欢强威还是戴无忌? 而王胜的承诺到底是对强威说的还是对戴无忌说的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了。 最终这部作品崩得一塌糊涂,评分也是连续下滑,一跌再跌,跌到了6.6。 如果不是视频平台所分,我估计这部作品很可能跌到及格线,因为得罪的观众实在太多了。 但是现在好消息来了,根据爆料袁龙第三季换导演了,那么下面大家就都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1. 袁龙第三季正式换导演 很多看过这部动漫的观众想必都知道,袁龙第一季的编剧乃是高阳,正是因为有他担任编剧,这部作品第一季才能这么出彩,但是到了第二季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季高阳老师就出局了,连这部作品导演也换了,变成了一个之前大家都没听过的导演徐磊。 1. 这许磊刚开始听名字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男的,但其实人家是女的,而且他个人开通了微博,也在官方微博上和粉丝互动过。 1. 当时还信誓旦旦跟女粉丝说,原著小说是后宫像,但是有他在这部改编程的动漫作品是不会变成后宫的,他也绝不允许男主王胜开后宫,当时我看到后也算放心了。 1. 结果男主王胜确实是没有开后宫,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女导演居然有这样的癖好,喜欢虐女主,还喜欢男人和男人相爱相杀的戏码。 1. 看看第二季后半部分变成什么了,完全是王胜和戴无忌的相爱相杀,而女主宋燕刚出场不过三集就被虐了,不是中毒就是中枪,然后就给躺了,这一躺就是直到第二季大结局才醒来。 但是好在第二季这位导演换了,因为高阳乃是第一季的编剧,还和制作公司有联系,所以她的话很可信,至于第三季导演换成了谁,高阳老师并没有说,看来还不到说的时候。 而想想这其实也正常,毕竟第一季做的有多好,第二季做的就有多崩,如果继续启用徐磊这个导演,那说不定还会重蹈第二季的覆辙,除非是官方不想要这个IP了,不然换导演才是最佳选择。 二,换导演之后这部作品能重回巅峰吗? 那么问题来了,袁龙第三季导演换了,不是徐磊了,那么第三季这部作品能重回巅峰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个人觉得至少有一半可能。 这里可能有人会说,第二季都崩成这样了,更是强行喂毒和刀子,怎么还会有人看? 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先王的一场生活一样,第一季只有四点积分,连几格线都没达到,更是遭到很多网友群潮,甚至都上了热搜,但是依然有第二季第三季,第二季说起来评分还和袁龙第二季差不多,一个6.8,一个6.6,不是? 还是打败人看吗? 那么袁龙第三季也可以,毕竟袁龙第一季也不是没有火过,只是第二季崩了。 而且某站这个视频平台严格说来并没有多少国漫作品,那袁龙这部曾经大火的作品视频平台可不会放过,哪怕第二季崩了第三季还是会大力支持的。 只要官方不再犯第二季的错误和某些情节惹怒观众,那么第三季至少有一半可能重回巅峰。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